中午用餐時間一到 煎炒湧入義大利麵店 老闆忙到這頭煮麵 另一頭乾筋炒料 最後將麵與配料完美融合 歡迎光臨 你沒聽錯 老闆是個日本人 這家店專賣的是日式的義大利麵 他們用來煮麵 但是我用日本酒 來煮麵 而且他們用葡萄蒜 而我用葡萄 來煮麵 我用醬油 而我沒有用醬油 而我用日本的味道 來煮麵 所以味道是一個重要的分別 一語道破大家的疑問 義大利麵不是義大利的專利 在日本也發展出屬於 Made in Japan的獨特做法 老闆小木姓孝 來自日本中部祈福市 壽視廣告業的他 帶過東京 印尼 上海 以及台灣 向來能夠適應各國的文化 但在他的心中有一個味道 魂前孟營 難以忘懷 我先輩 先輩 帶我去那餐廳 那餐廳每天都要很長時間 等待 很多人都等待在那裡 所以我等待 最後才能嘗嘗麵 我真的愛它 每天都要每天都要每天都要 這麼對味的日式義大利麵 小木姓孝一吃就吃了十五年 儘管外派到國外工作 只要回到日本一定去解饞 四年前小木姓孝離開廣告業 也因為娶了台灣 太太決定定居台灣 思考人生的下一步 一個念頭閃過腦海 在日本有很多日本餐廳 日本餐廳 而台灣有太多餐廳 當我出了這個想法 沒有日本餐廳 聽到感覺覺得 我慘了 因為語言不通是一個問題 不要說是外國人 就是台灣人自己想要開店做生意 其實都是一件滿困難 滿不容易的事情 他要做的那個日式義大利麵 因為之前在日本沒有吃過 那個味道 我知道在台灣是沒有的 它是有一個潛在的機會 因為吃了台灣人應該會喜歡 一直投反對票的太太 其實也知道 小木姓孝很有市場眼光 只是眼前的這個男人 除了語言和風俗民情有障礙 廚藝也不是太擅長 但是小木姓孝 用行動一步一步朝夢想前進 在科技所賜 小木姓孝從網路上找食譜 仔細看著人家的做法 接著就在家裡瘋狂練習 煮麵該煮多久 拿起手機計時 找出黃金時間 配料 調味 就照食譜一樣畫葫蘆 太太和兒子想 當然就是編號001 和002的試吃緣 但一開始常常是這種狀況 完成了 忘了調味 壞了整盤味道不說 還曾經不曉得蘆筍 要先燙過再炒 半生不熟就端上桌 讓老婆小孩看傻了眼 當然還有更多時候是這樣 はい お待ち遠さま どうぞ どう? 味噌ついてる? 染みてる味が? 麵の味がちょっと薄い 麵の味薄いか これも食べてみて とても乾燥 これもちょっと... とても乾燥 對 OK とても汁 とても汁 これも汁 どう? OK 就這樣天天煮天天試 大半年過去 一家大小看到義大利麵都會怕 但小木姓孝就是不放棄 一定要做出 跟他最愛的那家日式義大利麵 一模一樣的味道 還肯罷休 果然皇天不復苦心人 小木姓孝靠著他的絕對味蕾 慢慢調整 找到舌尖記憶的相同味道 終於讓老婆小孩點頭稱讚 肉 美味 但是這樣的成就 距離開店 還是有好長一段路 找店面食材進貨 都得從零開始 小木姓孝只好再從網路上 一一找方法 但有時候也不一定管用 在日本 若你買了什麼 你得到的 你得到的 你得到 但在台灣 那不一定會發生 有時候 你得到什麼 非常不同 或 像 鎮 我欣賞這個尺寸 但 因為 我認為他們沒有這個尺寸 所以他們送了 很薄的 但這還不是最慘的 有時候還得跟蝦子摸象一樣 努力突破盲點 例如 海瓜 台灣 在日本 在餐廳 我用了 他們只用了 肉 的 海瓜 但 我不知道 怎麼會得到 但 在台灣 是很難找到 海瓜 的 高質量 海瓜 的 在台灣 所以 我做得很困難 煮 海瓜 的 味道 的 味道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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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 我 有些台灣人 試過 他們說 其實 海瓜 蝦子 跟蝦子 蝦子 看起來 像蝦子 看起來 看起來 更少 蝦子 他們說 看起來更高 所以 我 說 很棒 你知道嗎 店面成功開張 小木杏孝每天早上 四點半就起床 員工還沒上班 他一個人開始準備食材 日本職人精神 在小木杏孝的身上展露無遺 洗菜 備料 親力親為 小細節裡更可以看見他的龜毛 像是這個 每一份義大利麵的重量 不多不少就是要50克 配料也都被量化 當然每一盤麵都是他親自製作 用奶油煎出香氣的培根 加上清脆的蘆筍拌炒 沒有華麗的配料 卻意外的對味 蘆筍培根義大利麵 是小木杏孝最喜歡的口味 海瓜子紅喜菇義大利麵 用的就是新鮮帶殼的海瓜子 搭配紅喜菇 再用日本清酒點綴調味 讓麵條把湯汁吸飽 這是店裡的招牌 還有這道茄子培根義大利麵 很標準的日式口味 或是被小木杏孝改良過的 拿葡里肉醬麵 都是客人點餐榜上的前幾名 我一個禮拜來兩次 然後我最喜歡吃肉醬 意大利麵 其他的那個台灣的意大利麵 天應該沒有很多 所以只有來這邊才可以吃到 對…肉醬麵 對 就跟當年的小木杏孝一樣 很多客人都是一試乘主顧 中午用餐時間 更多是日本客人 帶著同鄉來用餐 意大利的意大利麵也很好吃 不過我…不敢吃太多了 有一點油膩 我們今天我跟那個 日本的朋友三個人來這邊 他們都不知道 其他的地方可以吃 那個日本的意大利麵 日式的意大利麵 好 謝謝 很特別 很特別 好 謝謝 一晃眼三年過去 小木杏孝為了新事業 可以上街發傳單給自己宣傳 每天晚睡早起 甚至還搬到離店比較近的地方 全力衝刺 但卻讓他自己成了假日爸爸 寶貝兒子最期待的 就是每週日下午 和爸爸一起踢足球 儘管這樣 但是他不後悔 太太感受到 小木杏孝的堅持和毅力 也從反對轉向支持 就固執啊 沒有絕對的固執 哪能堅持到這裡 你會看到一個人的熱忱 跟他的意志力 就是中途 從一路前半年的籌備 然後到真的開了店 然後到進貨跟廠商之間的溝通 還有員工之間的磨合等等 其實我會看到他有一種很 台灣人沒有的一個堅持跟意志力 這個部分是令人感動的 還有寶貝兒子 同言同語也為爸爸感到驕傲 爸爸在練習的時候 面面都硬硬的 有一點不好吃 一直練習 練習到 幫他的客人做得這麼好吃 我很崇拜我爸爸 一路走來 小木杏孝只給自己打了50分 他說現在最想做的 就是讓更多台灣老饕 也能感受這盤日式義大利麵 帶給他的幸福滋味 烏雞和餅乾好了 走走